先把這個講完 所以他這裡講 八政道 八政道 是最 的最初是政見 那我們說過 這個政見基本上是兩種 一種是世間政見 一種是初世間政見 那世間政見 那麼 他是這樣 這個在無名裡面都有說到 他無名包括世間 就是名 你沒有政見就叫做無名 那麼最根本 根本的無名就是我見 那麼不知善不知惡 不知業不知包 不知緣起不知世俱 這個都是 那麼主要是四種 那麼有善有惡 有業有包 有過去有未來 有去有來 有過去有未來 就是業報是通三世 有過去有未來 有煩有勝 出世間政見 主要就是三法院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其境 那麼重點在無我 諸法無我 一般 依次地來講 就是你觀諸行無常 而知諸法無我 由知諸法無我 而得涅槃其境 一般是這麼說 依次地 那麼也可以說 因為無常就是無我 那麼得無我 就是涅槃其境 那這個是出世間的政見 但你要先具有 具有政見 具有政見 那政見之後 那麼政見要從誰那邊得到 依善之士 政見要從善之士那邊得到 所以清淨善之士 這是第一個 要清淨善之士 然後聽聞正法 就是你的政見要從善之士那邊得到 所以清淨善士聽聞正法 然後聽了之後你要如理思維 你要一直正確去想了解這個道理 你想錯了這不對啦 要如理思維 那如理思維之後 依這個政見起政思維 那麼 隨法行就開始修行 依戒定會 那麼戒定 那麼又得到會 基本上就是戒定會 那麼去除這個煩惱 那麼正語 這個是口業 正業是生業 正面是生活 就是你依此生活 那麼都正確的生活 基本上就是你耐以為生的生活 不是殺到淫妄的 賣假酒的 一般佛教酒也不行 賣刀的賣毒的 那麼開八大行業的 反正這些就不正面 就是你以生活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正當的 會傷害眾生的 那麼 然後正經見正念正定 這個是所謂的修行的所謂的忠道 我們說這個忠道基本上 那主要就是你兩邊的忠道 跟修行戒定會的忠道 基本上是這樣 那正見正見主要是有善有惡 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那知道所有的善都有善業 所有的惡都有惡業 知道所有的業成熟都會受報 那報善業就有樂報惡業就有苦報 苦樂都是從報來的 苦樂是一種果報 果報是從業來的 業有分善惡 那這個世間不管是善跟惡 通常都是雜染業 所以它又有有肉業跟無肉業的差別 那麼這些業不是馬上做馬上報 就是有過去有未來 這些果報會形成輪迴現象 那麼你能夠超越這個 超越這個 那麼從有肉轉無肉就變成 轉凡入聖 超凡入聖 那麼我們確定可以從苦中得解脫 氣勢這樣 那了解這個道理 這個是世間的政見 那了解這個道理 這個是初世間的政見 那重點在無我 那我們剛才要講 那怎麼樣正得無我 那依佛法來講 我們稍微解一下 就是說你怎麼樣讓自己的我職 我見比較少 通常通常我我職基本上他我見 基本上就是職有我職有我職有我 那麼基本就是我見 那麼我見一定會起我愛 應該是這樣寫的 我職就是只有我 那麼我我見 我們就說我見 那麼我見一定會起我愛 我見我所見 我愛我所愛 那佛法修行他從兩個地方 如果是如果是一般的人 他基本上先從我愛下手 我愛我所愛下手 我愛就一起我所愛 那一般來說 這個就是我們比如說 我我愛要減少要淡薄 就是要少益之主 因為這個愛 欲界的欲愛 愛就是貪 欲貪 色貪 無色貪 欲愛 有愛 無有愛 欲愛 有愛 無有愛 欲貪 色貪 無色貪 那麼這個欲主要是無欲 那就是無欲就是感官色身相偽處 所以在六根上 那麼你要克制就是這樣 你要克制你的慾望 那麼就是克制你的煩惱 因為你多數的煩惱 煩惱就兩種 一種叫見煩惱 一種叫愛煩惱 那我們說戒是克制煩惱 控制你的煩惱 要克制要控制 那煩惱主要是兩種 見煩惱跟愛煩惱 把這個擦掉 那麼見煩惱是觀念上的錯誤 比如說我見 觀念上的 那麼愛煩惱是行為上的 行為上的偏差 觀念上的錯誤 行為上偏差 那麼行為上的偏差 一定從觀念上的錯誤中來 那麼你這個我愛 行為上一定不離開感官 通常不離開感官 感官的刺激無欲 所以第一個要從少益之主開始 少益之主無形中那個欲不會加重 從少益之主 從少益之主 那麼漸漸保我我所愛 因為這個我所 我所吃的 我所用的 我所穿的 我所擁有的 這些反正你會辭取很多 越想越多 那麼你如果 這寫錯了 少益之主 從少益之主下手 就少益了 所以你看佛弟子 出家 出家他基本上善意一波 他規定不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他能做的有限 他的衣服也只有 就是那個款而已 也不會有很多款 他頭髮也不能有其他的形式 那吃的基本上就是過午不時 那也有限制 那麼就是在質量上 在數量上 那麼在次數上 他都有限制 就是他要讓你少益之主 那麼少益之主 基本上他對所謂的我所愛 我所愛就保 我所愛保 我愛就不會加強 不會加強 那麼你不斷在五欲上 因為五欲是我們的感官 就是內六根 那麼六根不斷要去追 追逐六成 那麼習慣反應就激烈 那麼好的 你也很貪 不好的你就很生氣 很撐 當一個人習慣情緒激烈的時候 那麼貪就很貪 撐就很撐 就是他情緒容易浮動 所以你要從少益之主下手 那麼我賤的話 這個是我愛 我愛從我所愛 我所愛保 我愛就保 那麼我賤要從多聞訊息下手 他常常聽 常常想 多聞訊息跟如理思維下手 那麼一開始要先多聞訊息 就是政見 要先建立政見 然後聽 聽了之後 能夠如理思維 從這邊下手 那麼我賤就會保 那麼多聞訊息 要聞什麼呢 聞 比如說這個我賤 這個我愛就是 就是你要擁有 你要滿足 滿足你自己的需求 那通常不離開感官的需求 那這一點你要克制 那麼克制了之後 我賤就會保 你沒有看到一個解脫的 什麼都要的 沒有 那你也沒有看到一個 一個真正懂佛法解脫的 他非常生氣的罵你 也不會 也不會 那基本上 那也不會看到一個解脫的人 非常憂鬱 也不會 為什麼 因為他如理思維 那麼從我所愛下手 我所愛要從少益之主下手 那不離開十一柱寫 不離開十一柱 所以你看戒律裡面 比丘比丘尼戒規定的都是這些 他淡薄他的我愛 淡薄我愛 我愛不中的話 我賤就不會加重 其實是這樣的 好 那麼我賤要從哪裡 多聞訊息要聞什麼 這我賤要堅持到我 對我的分析 那麼我賤 淡薄我賤 基本上 佛法上的阿漢經的徒運 六處 六界 基本上是十八界 那麼就是對於我的分析 你要先了解那我是什麼 什麼是我 什麼是我 那 另外有一個就是緣起 另外這是一種運觸件 補我 那瞭解補運 補運是什麼 色受響行事 色受響行事 他是這樣 補運 這個是這個是身 它通常就是身心 身心結構 身心結構 那麼這個是瘦受響行事 這個是心 這個是身 應該這樣寫 應該這樣寫 應該是這樣寫 應該是這樣寫 五月 身 行 身是色 色 色是色 色 受響行事 這樣比較容易看 那麼六處是身是眼耳鼻舌身 這個是感官 那感官的刺激 沿著鼻舌身 這個是意 心是意 那這個六界 那這個六界 通常講是八界跟程式 但是簡單講叫六界 身 是地水火風空 心 是事 地水火風空事 這個是偏重在心理上的 心理上的分析 心理上 偏重心理的分析 這個是偏重在心理的分析 心理的 就是感官的 這個是偏重在物理的分析 好 那麼佛陀講我 基本上從這個 這三個地方講 基本上從這三個地方講 那麼如果講無我 就是你去觀照 除了孕觸界之外 通常是五孕六處 比較常講 除了孕觸界 你去觀照他之外 你去分析他 分析這個身心結構 另外一個就是從緣起上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剛才講 從中道上 不依不依不來不去 那麼從這三個地方去了解 無我 那麼這個是五孕無我 那個不依不依 中道無我 緣起無我 那麼緣起的話 基本上主要是這兩個 這兩個去觀無我 那麼這個緣起 緣起基本上是生命現象 流轉的生命現象 生命現象的剖析 他是這樣子的 他告訴我們 我們到底 現在這個生命 他存在是一種現象 任何的存在都有 都有像 就是宇宙萬象 生命現象的剖析 告訴你 生命是怎麼一回事 那麼孕觸界五孕六處六界 只要是孕婦六處 這個是身心現象 它基本上就是身心現象 它是身心現象的分析 那麼你要去理解這些東西 那麼你就會發現到 沒有我們想像中那個我 就那個我質 那個我劍就會淡薄 就漸漸會淡 他基本上就是身心現象 所以他要告訴你 那色是什麼 這個身體 如果觀這個色 那麼如果你執著這個色身 不管是自己的色身 還是別人的色身 你就觀這個色身 到底是什麼 皮肉毛骨血 叫做三十一身分 三十二身分 所以四念處可以解脫 第一個是觀身不盡 他通常就是這樣 就是你 你既然你執著什麼 你就把它看清楚 它沒有什麼好執著 你生氣什麼 你就把它想清楚 它沒有什麼這件事情 沒有什麼好生氣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不外遇就是貪跟撐 那麼你在執著什麼 你把它想清楚 你就發現到 從無常的觀念看 你就發現到 這個沒有什麼好執著 那麼你生氣什麼 那麼你把它想清楚 你也會發現 這個沒有什麼好生氣 也不需要生氣 你要想清楚 那想不清楚 就會越想越氣 那緣起 我們剛才講過了 緣起它是一種生命現象 從過去到現在 但未來 生命它怎麼流轉 所以它是流轉的 流轉的 那你要讓它不流轉 你要知道它的關鍵是什麼 它的癥結是什麼 所以生死的癥結 生命苦 生死的癥結是什麼 我見 那生命之所以出生的關鍵是什麼 是癥 那為什麼會有癥 有煩惱 為什麼會起煩惱 有我見 有我愛 所以說 無名為父愛 無名所欲愛結所欣 無名為父 貪愛為母 而有眾生 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那麼 你用怎麼樣淡保我見 第一個 我們就說第一個 要從少益之主做起 少益之主可以淡保 我所愛 我愛 那麼我愛淡保 我見就不會加深 就不會加深 那麼 那麼 另外你要從多聞訊息 聞 知道緣起 無我的道理 那麼知道了之後 你就比較不會直覺 你常常在分析這個東西 你慢慢你對生 生心跟生命 它通常就是因為 身心是一種生命現象 就是 因為如果你沒有生命現象 它就是死了 那麼 我就是身心現象 那麼這個身心現象 從這一生到下一生 那麼它存在 它就是一種輪迴 它是一種生命現象 那麼對生命現象 就是 這個生命現象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就是緣起 它是對生命現象的一個剖形 無名刑事 射六處 它的因是什麼 它為什麼這樣 那它這樣 如果繼續這樣 它未來會怎麼樣 那這個只是做生心現象 就是所謂這個我 所謂這個我 它是由哪幾類合合的 從心裡上講 從生理上講 從物理上講 那麼你仔細去觀察 你就會發現 比如說這五運來講 比如說五運來講 射受搶行事 比如說我們就舉一個五運 射受搶行事 那麼這個射 你去觀這個射 然後去觀這個受搶行事 那佛教 它基本上 就是佛陀 它基本上教 然後第一個 第一個 都觀無常 這觀無常 這觀無常 射無常 他不愛無無常苦 空 從無常苦空 知道什麼 無我 這是 這是一般 比較 比較 這個 一般的說法 那麼如果仔細的觀 那麼你可以這樣去觀 觀射如俱末 就是一個去觀射如俱末 射如俱末 瘦如水泡 響如揚宴 揚宴 揚宴就是海事聖樓 就是你的這個印象 行如芭蕉 四如煥 那這個是我們的心理狀態 這個有時候叫心 這個叫心手 那從哲學來講 這個感受是情感上的 情感上加重 所以你苦受肉受就會重 情感上的 那麼哲學上叫做情感上的 認知 這個想 想是印象 那麼這個是 這個是印象上的 這個是知 這個形是意志的 那麼這個是意 那哲學上叫做知情意 其實是這樣 那世事了別 了別這些境界 跟城市的這些境界 那他就叫你觀 這個是了別 那這個是新手 新的一些作用 新手 好 那他叫你觀 這個設就好像巨墨 那個水上 水泡 是很多東西積聚而成的 地水很往往積聚而成 你去觀 那觀這個 壽弩水泡 水泡是你 你下雨 或你丟一個石頭進去 有一個禁劍 那麼他感受到就取一個泡 就好像 你被老闆罵 你被老闆撐炭 他都會取一個泡 只是這個泡 只是這個泡 有喜有樂 那不好的 苦的泡 跟熱的泡 就這樣而已 他起了 那起了 他只是一種感受 那他這個泡 要持續多久 跟你有關係 那麼 要不要起泡 要不要起泡 跟你也有關係 但一開始 我們都會起泡 一開始 我們都有感受 但是這個感受 要延續多久 你要苦多久 那個就是你的問題 那會不會苦 那個當然 跟讓你受苦的人 有一些問題 但是 我們一般能力 沒到那裡 我們一定會起煩惱 但是起了煩惱 要起多久 要起多輕 是輕還是重 那個就是你決定的 那個 比如說 老闆要不要稱讚你 要不要罵你 那個是老闆決定的 那麼你被稱讚 你被罵 你要苦受熱受 要多久 要苦多久 要快樂多久 那個是你決定的 所以你了解這個東西之後 你要發現到 那所有的感受 不管是苦受熱受 你想一想 那麼老闆 我聽到 當下聽到 就像拿針刺我一樣 那麼我會痛 好 那麼一下子痛 他會一直痛 一直痛一痛 痛到老闆 下次再稱讚你的時候 才不痛嗎 沒有 什麼時候才不痛 當你不想他的時候 就不痛 那你為什麼一直要想他 因為你刺激 你刺激 那你心裡面一直 反覆在想這一些 就是一直在思維這件事 他就不斷刺激 不斷刺激 這個佛法叫做第二支劍 第一支劍是人家射你的 第一支劍是人家射你的 你拔出來就好了 那你沒有 你拔出來說 怎麼這樣射我 怎麼這樣射我 就一直刺一刺 那麼所以他就一直刺激 就是第二支劍 第三支劍 其實是這樣子 那麼一般來講 你去觀無常 觀射如巨墨 瘦如水暴 想如揚焰 行如芭蕉 具體就是 具體你就是一個一個觀 一個一個觀 然後就好好想 那麼你可以從瘦 從瘦 不是從想也可以揚焰 那麼 這個金剛經的說法就是 一切有為法如夢萬怕惹 你觀如夢如幻 如怕如也 他也是一種 他也是一種 那麼 另外一種就是 比較對自信的 比較對自信的 就是觀這個五運 射受的想行是 如病如庸 如刺如傷 如病 如庸 這個字不好寫 如病如庸 如刺如傷 那麼你就不會執著 所有的這個五運生 那麼他最終就是帶給你苦 所以你也不要執著這個受 也不要執著這個想 也不要執著 因為你從這些來也都是苦 就算他稱讚你 他現在稱讚你 他也不會一直稱讚你 他也不會 他今天 今天稱讚你 明天稱讚你 連三天都稱讚你 第四天沒稱讚你 你就會失落 你就會開始有苦 那這個也是這樣 所以苦苦壞苦辛苦 所以你好好想這些問題 你就不執著 不執著這個色受想行 色受想行 心所 那也不執著這個身 那基本上是這樣 那這個是佛教的 就是說 你從 比如說從五運上 如病如庸 如刺如殺 那無常苦 或是觀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想如然願行如芭蕉 那麼 你慢慢 你就選一個就可以了 你慢慢觀 常常觀 常常觀 那你就不會執著 比如說佛陀 比如說你不想休息 假設有一些人 他不想休息 他覺得 我休那麼久都不行 然後 然後休了也沒有比較好 他不想休息 那麼他覺得 那麼生命那麼短 好好享樂就好 那麼這個時候你就要管死 無常 隨死會死 因光告示說 把一個死貼在額頭上 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他會對峙你的懈怠 你就不想休息 所以你就變成要想想死 第一個 所有的人都會死 這個你是肯定的嘛 所有的人都會死 我也在所有人當中 所以我一定也會死 對不對 那我什麼時候死我不知道 但我隨時有可能死 那我一旦死了 那我就什麼都沒有了 那我也很有可能隨時會死 所以我一定要在還沒死之前 好好休息 那麼 因為我死了 我現在就在受苦 那麼就算我想樂沒多久也會受苦 那麼我必須在沒死之前 激功累得 就積極智慧 至少 至少下一輩子 我就算再來 那麼我會離解脫比較近 那麼最好這一輩子 就 就可以解脫 正阿羅漢 就可以解脫了 就不用再 不用再 不用再生死 那 所以 你就要想到 我隨時會死 所有人都會死 我隨時會死 我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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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個死貼在額頭上 就講英光大師的意思 那他是教你們好好念佛 那我們就是 你好好去關照緣起 關照這個身心 當然大聖裡面講要發普及心 就是你可以解脫 但你不解脫 因為還有很多人沒解脫 基本上是這樣 那這個是怎麼樣 離我見 就是說離我見 離我愛 兩個基礎 一個叫做少益之主 一個叫做多聞熏習 少益之主 對自我愛 多聞熏習 對自我見 那麼常常想 常常如理思維 常常如理思維 那麼反覆想 反覆想 有空的時候就想 有空的時候想 佛教我們的法 就是有空的時候 常常想佛教了我們什麼 而不是常常想 那個人說了我什麼 那佛的話你不想 你去常常想 他就反覆講個煩惱話 那你看看 那你這樣不是不如理思維嗎 佛教你的 你聽過就忘記了 偶偶想一想 就不想了 別人講你的煩惱 煩惱話 一想再想 深入的想 研究的想 分析的想 你看那不是顛倒嗎 所以要想佛教了我們什麼 不要想人家別人講了我們什麼 那個沒有意義 那你多數的時間 都在起煩惱照顏 你怎麼可能不受苦 那你多數的時間 都在理我愛 理我見 你怎麼可能不解脫 對不對 那是不是這樣子的 好 我們來看 怎麼用證護我 就是要一步一步來 你絕對不要幻想 我有一天坐在樹下 看到流星我就解脫了 我告訴你沒有 你要知道釋迦摩尼摩斯 經過多久 你沒有經過那個時間 你就想說我找一棵樹 找到木瓜樹 以後木瓜樹就是你的古迪樹 不是 你不要想說 哪一天杯子摔壞你就解脫 沒有 解脫都是累積 有因有緣世間解 有因有緣世間沒有 你沒有聚集那個因緣 你是沒有辦法的 你是沒有辦法的 那你平常都在積聚什麼 都積聚要煩惱因緣 你想的是什麼 你想的都是世間 世間的這一些 愛恨情仇的事 而不是苦極滅到的事 你想的都是世間情仇 你當然在世間 你當然是世間想 世間想是有肉的 有肉就是有苦有熱 那麼一定是這樣的 一定是這樣雜欄的 所以你要轉換 不管遇見什麼境界 不管遇見什麼之間 你都分析 你的身心現象 別人的身心現象 你分析 你從佛法得到了 你分析 這個人 原來這個就是煩惱像 這個就是煩惱像 當一個人起稱恨心的時候 這種就是稱恨相 那你就開始想 稱恨相會導致佛法說 稱會導致什麼 那麼如果我平常有沒有 也因為這個境界 其稱恨相 別人的稱恨相的因是什麼 我的稱恨相的因又是什麼 離不開什麼 離不開感官 六根對六成 你就慢慢想會發現到 佛說的緣起真有道理 這是在講我們生命的現象 在講我們五運 在講我們身心的現象 六根六成 六四啊 十八屆 十八屆就是 簡稱成六屆 但是十八屆 六根根成四 我們為什麼會起這樣的想法 根成四 你就好好想 我聽到了什麼 那我怎麼去分析它 我要有這個四 四沒有了別 跟根成接觸 見而不穩 見而不知 聽而不穩 孔子 孔子文少月 三月不知肉味 他的心一直在那個音樂上 吃東西都不曉得 吃到肉都沒有感覺吃到肉 沒有肉味 那一樣啊 如果你的心想在緣起 這個老闆罵你 你不會想老闆罵你什麼 你想 這個是緣起 這個是四弟 這個是煩惱 過夜苦 原來老闆在跟我說這個法 你看他 你不會生氣喔 真的 真的 那麼你要好好想這些事 那這個要訓練 一開始 一開始沒辦法 一開始有一點勉強 勉強自己這樣想 有一點點不是真的 但是久了就變成真的 你真的就這樣想 原來真的就是這樣啊 真的就是這樣 那麼你就算會生氣一下子而已 你就不生氣了 你會覺得這個老闆好可憐喔 常常在生氣 真的 你會這些 我告訴你這是真的 那我才不要像他那樣 我是佛弟子 我要 我要如理思維 那麼如果沒有 那一開始不會 一開始如理 越想越氣 想回來又被拉過去 要是拉到原起這邊 又被拉過去 就這樣 一開始 一開始會拉扯 久了久了 你就常常在這邊 慢慢慢慢 你只看見可憐的人 沒有看見可惡的人 真的 一開始是好可惡 他好可惡 我好可憐 真的 後來慢慢就是 他好可憐 沒有可惡的人 我不可憐 他可憐 真的 你慢慢想 你慢慢想 好 那接下來底下看 我們來底下看 他這裡說到 離了 離了 他沒講 八正道的最初 是政見 政見人絕了正地法 就是從有落法到無落法 世間的政見到初世間的政見 其實是這樣 那麼真地 就是能夠見到真理 見到真理 那真理就是無我 真理 生命的現象就是緣起 身心的現象就是無我 其實就是這樣 你就會知道 那麼離了 所以他說知是行的觸角 就是我們說知行合一 那麼知就是觀念上的 行就是行為上的 觀念上正確 行為上就正確 觀念上錯誤 行為上就偏差 所以明 明 觀念 無明也是觀念 就是知的部分 你無明 那麼你就起煩惱造業受苦 你明 行 你就 你就依智慧 而不起煩惱 而享受寂靜 妙樂 其實這些 所以知是行的觸角 所以你的行為一定跟你的認知有關係 你的行為一定跟你認知有關係 那麼 是行的一端 在正行中 在正確的行為 就是正與正業正面 知才能深刻而如實 就是你透過 你透過行為 那麼就是知跟行 它反覆 由知道而去行 由行而更知道 由知道 就像你現在知道原情 你去觀 一開始沒那麼深刻 但是在境界當中 你就去觀原情 那麼就越觀越深刻 越觀越深刻 所以行讓你的知更深刻 深刻的知又讓你的行 更如理 就是更實際 就是你完全有正行 所以正見正思為 一定會讓你正明正業正面 就好像 你一個非常慈悲的人 你絕對不會看見 你絕對不會看見 他看見一隻長狼 就馬上把拖鞋拿起來 要打他 把哨把拿起來 不會 因為他的慈悲 已經深刻到他的行為 他的心 那麼一個有非常有智慧的人 他絕對不會因為 一個人 一個人無理的路罵 那麼他就非常生氣 不會 那麼這個只顯示 他沒有智慧 智慧就是不起煩惱的能力 智慧是不起煩惱的能力 一個修禪修的人 他絕對不會 他也絕對不會 遇到境界有很強烈的反應 因為定就是調伏煩惱的能力 他的心不會震盪的很厲害 不會 那麼其實是這樣 一個真正慈悸的人 一個真正慈悸的人 一定有控制自己的能力 那麼控制自己 不傷害別人 那其實是這樣 所以 那麼他是 他說 這個 沒有正 一個中道的正賢 沒有正知 所以 賢跟知 是 是互有關係的 由知而賢 由賢而知 而深刻的知 那麼 所以佛法的正見正定 是一進於哲學而語 世間的哲學不同 就 就不一樣 但是一樣有講理的 那哲學比較沒有講到寫的這一部分 所以後來王陽明提倡知寫而語 那麼 所以你看西方多數的哲學家 他都是這樣 都是 知道生命是苦 但是沒有辦法理苦 所以多數的哲學家都是憂鬱的 悲苦的 所以同時八正道的最後是鎮定 是極然不動而能體鎮解脫的 就是心 心極然不動 而能體鎮解脫 因為這個是由定發無肉會 但並不是一定能夠發無肉會 他是這樣的 一般我們 人員經會講 由借生定 由定發會 由會得解脫 那不是說你有借就有定 有定就有會 不是喔 不是這樣講 一般是 一戒生定 射心為戒 一戒生定 一定發會 因為得解脫 他是射心為戒 其實就是控制你的心 射心為戒 一戒生定 一戒生定 不是說你有戒就自然有定 不是這樣的 戒會生起定 不是這樣 他是說你先持戒 那麼持戒之後 持戒能夠控制你的心 如果你的心都不能控制 那你怎麼可能調伏你的心 如果你的心都不能控制 那你怎麼調伏 就是說 假設 假設煩惱是火 如果你都不能控制火 那你怎麼能夠讓火勢減少 對不對 你要先 你看滅火的也是這樣 先把火控制住 然後再讓火減少 然後再把火滅掉 不是這樣嗎 如果這個火再燒 你連控制都不能控制了 你都控制不住 不能控制就是 它會一直燒一直燒 越燒越多 越燒越廣 越燒越火 你要先控制 控制火然後再 先控制在這裡 然後慢慢把它減少 讓火勢變小 控制就是讓火勢不擴大 讓煩惱不擴大 讓煩惱不擴大 不延長 這個是控制 那如果你都不能控制火了 你怎麼能夠 你怎麼能夠讓火勢變小 如果火勢不能變小 你怎麼可能把火變 把火滅掉 那不可能 那你的火就是你的煩惱啊 那所以 他要先有戒 然後戒之後要修定 身定不是說你有戒就有定 不是 你有戒第一步要先控制 第二步 就是要有定 讓心有力量 自心一處無事不放 心有力量之後 你要修慧 但是慧不是在戒定後才修 不是 一八正道來講 戒慧是要在最初就要修 大聖小聖都這樣 大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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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波羅蜜 萬恨 波羅為島 波羅是後面 但是波羅為島 波羅 所有 布施慈戒忍入 金禁禪定 都要有波羅 波羅為島 那麼 定跟會 戒跟定跟會 都要有政見 就是 戒跟定都要有政見 那沒有政見的 戒也是戒進去 定是外道定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 戒之後要修定 定 要引發 定能夠引發五落會 但是這個會 這個會 是在最初就要修的 八正道的政見裡面 一開始你就要多聞修行 你就要理解了 你不是先持戒修定 然後再修智慧 不是 你一開始 你一開始要有智慧 也要有智慧才知道要持戒啊 才知道要持什麼戒啊 才知道要怎麼持戒啊 其實是這樣子的 所以 智慧是放在最前面政見的 所以他這裡講 八正道的最後是 鎮定 極然不動而能體政解脫 這個是 從有落到無落 無落會 這鎮定的體政解脫 從中道的德行中來 這裡的中道就是八正道 就是八正道 那我們說主要是八正道跟八部中道 那麼 那麼 所以淨於宗教的神秘經驗 就是有體政 有一些自內政 我們常常說 如人飲水人軟自知的東西 那麼 而以神教者的定境幻境不一樣 那麼通常的宗教也都有類似的神秘經驗 西方哲學也有 那麼東方也有 全世界基本上都有 那麼也就因此 中道行者有崇高的理智 有無上解脫的自由 雖說是道德的善 也與世間的道德不同 就是修這個道中道 修八正道擁有的這個作用 德 德 就是內在的這些作用 中道統一的真諦與解脫 顯示出世尊正絕的達摩的全貌 那麼 導師這裡講到這個法 當然有一點點 我們會覺得不太好理解 就是說 他有一點就是有一點像 比較哲學化 但是 基本上 基本上 他就是一種理 一種理 好 那這個是講到這個法 當然對法 有很多種說法 也有很多種說法 這個是我們 這個是導師裡面講到三種法 三種法 歸一法 那麼 義進法跟中道法 那中道法 這裡講文義法 文義法 義進法 歸一法 這三個 歸一法主要是中道法 歸一法主要是中道法 好 緣起是地中道 歸一的基本上是這樣 緣起是地中道 那麼他的歸一法裡面講到 真諦中道解脫講這三個 就是我們稍微把 稍微把這個這一章的主要的 一個法 主要是文義義進 文義義進跟歸一 文義義進跟歸一 那歸一法裡面 主要是 真諦中道解脫 真諦中道解脫 這三種 好 那今天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大家合展回向 好 願以此功德 付其一切 我等於眾生 揭動成果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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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